OK 今天呢 我們要跟朋友們一起下這個台南喔 去玩兩天一夜 然後呢 今天是跟我一些 從國小 就很好的朋友 一起下去 然後呢 我們今天 一早出門以後第一站就先到 這個台中站 東山 站 這一家 他是吃旺崗雞 然後呢 各位 這家厲害了 我朋友最少要 我朋友說最少要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前訂才訂得到的 一家餐廳 非常厲害 而且他是米其林 米其林啊 2020米其林的推薦 各位 裡面超大的 帶大家進去看看 人超多 我們在樓上 他整個空間超大 他好幾層 三層吧 三層還是四層樓 非常非常 多人 OK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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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嗎 小朋友看嗎 還可以 哦 你要拿碗嗎 你要拿碗嗎 你要幹嘛 哦 給我有 謝謝 你看 哦 哦 哦 佐久 Jacob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好 那點餐就交給這個 我們的齊哥處理 我們等一下就等他上菜 然後最後告訴大家 到底吃這樣一餐多少錢 然後有哪些很值得推薦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已經有上什麼了 這個是 蛤 魷魚吧 我實在講花枝 魷魚 對我來說也是Otopus 都是一樣的東西 OK 這個是他的魷魚 來來來 這時候就要幫親愛的老婆先夾一塊 然後你要放哪裡 沒有啦 你把碗拿開啦 欸我 這個孝敬的 他們家的一大道可以做那個了嗎 可以 可以啊 喔 喔幹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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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包好吃欸 喝起來真的好好吃喔 欸 這真的很好吃欸 我覺得他吃的有點大塊 然後還有豬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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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豬油飯飯 這我絕對看 這一看就知道 我的豬油飯 他也不幫你撿 不幫你撿 丟地板上去不幫你撿 然後這是他的麵線 我來吃看看他的麵線 感覺很清 沒有什麼味道吧 不知道 感覺上很清淡 你看啊 清清淡淡的感覺 吃一看 不吃奶的醬 說一點很香 嗯 好吃 不吃奶的醬 好吃 他其實味道很重 他上面是有一點點那個油啊 不知道是什麼油 豬油還是什麼油 很香 我不太吃麵線 但這個麵線我ok 厲害 我們來吃吃看 別的 那個是什麼 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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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不是洋蔥啊 我說洋蔥啊 喔 涼拌洋蔥耶 感覺還滿滿的 去濕 吃洋蔥去濕 讚讚 酸酸的 酸酸的 然後他有加芝麻 還有七味粉 帶一點小辣 還不錯 你看 上我的頻道嗎 嘿嘿嘿嘿 對啊 對啊 好 喔 這樣感覺到 這個人 又兩個人切下來 應該是糖醋排骨之類的 是啊 他已經在店裡過多少次了 嗯 嗯 嗯 好吃 可是這個 撲撲不能吃 因為他 比較難咬 他有帶一點筋 所以撲撲吃不了 好 那我們看 今天的重點 就是 我們的 旺鋼 來了各位 傳說中的 旺鋼鋼 旺鋼 旺鋼 Oh my God 這是一隻 我們點了兩隻 來來來來來 然後這個聽說很厲害 這個叫做干貝丸 很厲害 大顆的 超大顆的 你又要不要什麼叫啊 好 我們來加一鍋干貝丸 我們來吃什麼 喵 嗯 可以吃一看 喔好燙 喔 哇 你看 你吃了他吃 哇 這超好吃的 不不要吃肉肉 這個超紮實的 救命 OK 這個就是 我拿過來一點 好了 這個就是米其林籍的 一個 鋼雞 看一下 我喜歡吃這個瓶 我這裡太大塊了吧 然後我們來沾一點這個 胡椒粉 胡椒粉 幹 太大 OK 沒關係 沒關係你們吃你們的 講你們的 不用怕 我們就講你小時候的父親 可以 你們盡量講 來啊 來吃吃看喔 米其林籍 我們 胡椒粉 看不到 喔 它這個肉超級Juicy 超級Juicy 裡面都有肉汁 這真的蠻厲害的 嗯 嗯 嗯 它的肉呢 那個 那個雞肉的肉汁都存在裡面 我剛剛沒有沾它雞油 但是它還是很濕潤 然後它的皮呢 跟我們平常吃到的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 因為 通常我們吃蠻仔雞 那個皮都很脆啊 很厚 它的反而比較薄一點點 就沒有吃起來這麼厚 然後我原本以為我挑的這一塊會很油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不會 這樣我蠻意外的 雖然說你看到台灣這裡有油 有油脂 但是 一口下去其實 不會有那種很油膩的感覺 沒辦法 老婆幫你夾一塊 你要大塊中塊小塊 小塊就好 但它每一塊都很大塊 對 它每一塊都很大塊 好吧 那就挑了一個感覺 你要沾粉嗎 有辣有辣 它還是有肉 你要沾胡椒粉嗎 我們來自己吃 都不用吃原味 我們來看孟孟吃起來怎麼樣 沒有 沒有真的都可以這麼吃 你們兩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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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 有吃 有吃嗎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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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吃第二碗了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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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 哼哼 你這個面面你喜歡喔 是嗎 是嗎 是情緣吧 剛剛吃飯 啊 吃吃吃吃 喝到 啊 啊 大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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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捏捏 好 好 好,我覺得這個旺仔雞很型啊,很可以 我最怕旺仔雞就是那種會硬硬的啊,肉拆拆的感覺 因為它烤嘛 你要吃雞肉嗎? 嗯 OK 不愧被已經推薦 然後 我覺得每一道菜現在吃下來都還不錯 只有一道我覺得比較普通 然後 我並沒有非常推薦 就是這個 就是我剛剛吃的糖醋排骨 它還蠻好吃的,可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吃了一個就不會想吃第二個 然後我們今天總共來的人數是幾位大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位大人 五個小朋友 然後 總共叫兩隻雞 我覺得這個 這個大小OK啦,兩隻雞是差不多的數量 如果你是一群朋友一起出來吃的話 我覺得九個人差不多 兩隻雞OK 再多就不行,吃不下 好,然後最後咧 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樣這一整桌 九個人下來,人均一個人 多少錢 好,我們就等一下見 OK,好的 我們剛剛已經結帳 總共的金額呢 還蠻意外的 五千五百塊左右 這麼多人 才五千五百塊 我們原本日記有可能會到八千到一萬 可是才五千五耶 他才五千五 而且你這樣人均 小朋友不要算 算大人九個 除下來一個人才六百二 很便宜耶 我覺得 不是 你說到便宜也就普普通通 以和賽來講 六百多 一個人人均 還好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 六百多是可接受的 而且他的東西真的是蠻好吃的 對 大家如果有來台中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東山站 但是 務必記得了 兩個禮拜前簽訂 給你們看一下 他這裡很多桌 但是滿滿的 到吃飯時間一定滿滿的 尤其像今天是假的 對 所以大家記得 務必要先預定 那我以免來這邊孤空 好啦 那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這一趟呢 我是打算好好的休息 就是真的是跟老朋友們出來 去去就 那我會拍比較多的是生活影片 或者是在IG直播 這樣子 對 就主頻道的話 看看有沒有主題 如果有主題在拍沒有主題就算了 嗯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各位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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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 準備下集結束 ît